都说我会讲故事 其实我觉得历史学研究和上课 是连带非常紧密的 而且互相有所促进的这么两个环节 如果你没有深入的研究的话 你怎么可能讲出真实的历史 但是如果你不对学生把真实的历史讲出来 这个历史怎么传承下去 所以其实大学的历史老师和中学的历史老师 是在完成历史教学当中不同层面的任务 但是这个前提非常重要 如果你给他讲了半天 第一是不真实的 那很麻烦 我们现在上大学经常遇到这个情况 说这个沈老师你讲的跟我们中学讲的都不一样 是刚才讲我们现在教材是个问题 现在也正在修改 也正在弄 我想这个不管教材怎么样 是吧 教材是个大杠 是个引领性的 但是这个讲什么东西怎么讲 其实还是我们老师自己的事 你得想办法让这个学生能听得进去 而且能听得进真实的东西 这样到了大学 他就能接上特别是搞历史系的 他这个原来的那些知识 然后他在这个加上比较深入的研究 慢慢就走上历史学的这个道路 我想大概是这么个这么个过程 所以这个我讲这还真实 我上有一次在武汉大学 给那个大学生讲这个就是讲这超约认证 讲完了一个数学系的一个物理系的说 要转历史系 这历史太有意思了 其实观念就在我们老师怎么讲 你讲得好 那个学生兴趣一下就掉起来 他回去就会想 他就会去看 这样子慢慢的 就算他将来不做历史研究 这个行的 他这个在他的人生 这个知识的这个素养当中 这个历史的成分也会增加 是吧 所以对这个培养人总是有好处的 下面咱们就书归正传 就讲这个超约战争的起源 我想这样子讲 我们我我先还是先讲故事 我先把这过程给你梳理一遍 就超约战争究竟是怎么爆发的 中国是怎么参与进去了 这个过程呢 我我可以这样讲 百分之八十都是档案文献的书里 就是我我书里头都有注视啊 但是咱讲课没法讲住了 但是我可以向大家保识 百分之八十都是原始档案文献 我对这些文件的解读 然后书里和把他们这个这个连贯起来 百分之二十是当事人的回忆录 他有些东西是没有无限的 或者目前还没有解密 所以当事人的回忆录其实也很重要 可以弥补这个这个档案的缺失 其实造成了这个遗憾 即使是这样 其实历史故事都是有断裂的 没有一个历史故事 说完整的任何细节都没有 这是漏掉 那是不可能的 比较好的就是 在大体上能够能够串起来 这个朝眼战争呢 这个问题就是从九十年代 中国档案解密 俄国档案解密到现在 应该说中苏朝这方面 关于这个战争的设想 设计操作和到最后的结果 基本上是水落水出的 但是这个还有很多 我说叫历史断裂的地方 一会我讲的时候会点出来 就这个地方 现在没材料 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么大家都知道 朝鲜是1948年分裂的 分成两个国家了 那么分成两个国家以后 其实不管是金日成也好 还是这个南方的李承文也好 都想实现祖国的统议 他们都认为自己建立的这个政府 是合法的 而且是管辖整个朝鲜半岛的政府 你不要以为金日成 金日成你看着朝鲜人民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首都在哪 不在平壤 在汉城 因为那是朝鲜的古都嘛 所以其实他们都想 通过自己的努力 实现这个 在自己的政府管辖下实现统一 而且他们都认为 和平的手段 是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的 那么就要通过武力 但是当是苏联军队撤走的时候 和美国军队撤走的时候 都没有留下重武器 所以实际上 他们想要通过武力 实现这个统一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条道路 是很难走得通的 金日成最早提出来 要通过武力的手段 完成统一的是 1949年的三月份 他到莫斯科的时候 他就提出来说 如果和平统一 难以实现 可不可以使用武力 斯大林非常明确的告吓 不可以 因为那样 在朝鲜半岛 就会发生一场战争 但是这一点 倒是促进了金日成 向苏联要武器 我们看在49年的时候 就是苏军撤走以后 苏军是48年底撤走了嘛 49年开始 金日成就不断地向苏联要武器 哎呀 说我现在面临着这个 这个南朝鲜的武力威胁 所以苏联呢 后来也不断地提供了一些武器 就是四月份的时候 49年四月 金日成就派这个金一呢 到北平 当时毛泽东还住在那个 双清别墅在香山 就来要人来了 说我们现在没人 没 主要是没士兵 说能不能把这个朝鲜军部队 让他们活泼 毛泽东很痛快就答应了 说你没问题 你先把那两个整编师带回去 剩下的 等我这个打完了 打完仗 我让他们都回去 所以这两个师呢 是七月份回国的 49年七月 剩下的一万多人 到了49年12月的时候 大概整编整编 然后在郑州集中 到四月份 五零年四月份回国的 那么在这次谈话当中 毛泽东也谈到了武力 这个解放南朝鲜的这个问题 我看那个谈话记录 金一本身没有这么提 但是我想毛泽东是猜到了 这个金城的本意 所以毛说呢 说武力 这个统一 原则上是对的 是吧 武装夺取政权嘛 这是中共的基本经验 但是你现在不能统一 为什么 我还没统一呢 你等我统一完了 我把部队都调到北边 和你一块打南朝鲜 很容易 他说咱们都是黑头发黄皮肤 他说他们也认不出谁是谁 就打不及就完了 所以金日成呢 在这个苏联和中国都碰了地 这样就到了四九年的六月份 四九年六月份美军就撤退 美军全部撤退 所以七月份金日成就提出了一个 这个翁京半岛作战计划 所谓翁京半岛作战计划 翁京半岛大家看三八线都知道 就是在这个叫西边一个小三角 那个就是翁京半岛 他是想把人民军在三八线一字拍开 然后先打翁京半岛 如果美国没有什么激烈的反应 全线出击 十五天 这个解决问题 苏联大使斯蒂科夫觉得这方案非常好 进可攻退可守 所以就把它转成莫斯科 苏联人怎么讨论的 现在没有找到这个记录 但显然是经过了一番思考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直到九月二十四号 这个苏共中央政治局才做了一个决议 就否定了金日成这个计划 大概意思呢 就是讲 这个你要发动这个一个局部的战役 最后的结果就是引起大战 而我们 而你们现在没有做好准备 我们也没有做好准备 这件事是不允许发生的 至于统一 你只能用和平的方式 你就是多做点宣传 派点人过去收买人心 弄点游击队 打搞乱 干点这就行了 什么时候条件成熟了 再说 所以金日成呢 非常郁闷 他接到这个通知以后 我看是一笔哥夫给散了一个鬼点 金日成看到这个苏联这个通知以后 非常沮丧 又过了一个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金日成觉得又是个机会 他又给毛写了封信 你不是说的你土耀就该轮到我了吗 他说你看你现在天门城楼的上 你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现在该轮到我了 但是当时的情况 其实我们中国人都很清楚啊 这个其实南方的问题 很多都没解决 就十月份的时候 别说什么台湾的 你连那个广西云南 这个剿匪还没结束 还有这个西藏的问题等等 所以毛泽东呢 就把这个金日成人物信 转给斯大林了 金日成又来找来了 这事你可怎么办 十一月五号 这个谁 萨林给了个回信 回电 说在朝鲜的问题上 我和你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金日成还年轻 他不懂事 我来做他的工作 你就放心吧 所以我们看十一月十二月 来来往往的这个电报 就是莫斯科到平壤之间的 都是批评这个 史蒂科武和苏联军事顾问 说他们没有稳住朝鲜的局势 因为长行半导 这个沿着三八线 总是发生这个 武装冲突 规模都很小了 什么 但是不断 事务制径不断 而金日成这个和这个苏联大使呢 没有负起这个责任 就是要稳定三八线的局势 不能让他酿成这个大事大的冲突 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一直到一月十七号 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当时朝鲜 驻华大使李中渊要上任 要上任的时候呢 金日成就给他组织了一个 就是送别的那个 那个那个午餐会吧 就喝多了金日成 一会儿这个搂着这个苏联大使 一会儿抱着这个苏联的参赞 就是说我现在非常痛苦 为什么说现在朝鲜 这个南朝鲜人民 都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就等着我去解救他们 但是斯拉丁同事就是不让我出兵 什么和平统一 他说根本不可能的 游击队也不解决问题 现在只有使用武力 当时他是借着这个喝酒 说他说我要面见斯大林 我要跟他谈 这实际客服吓坏了 因为赛林老批他 骂的狗血淋头的 所以他赶快就把金日成给劝走了 这会儿就撒了 说你这喝多了你睡觉去 回来 他就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长电 就把整个这个事情经过告诉他 而且说金日成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借着这个撒酒疯说出了埋藏在心里 这个又不敢讲的话 斯大林一直没有答复 19号斯大林收到这个电报 我们从这个电报可以看 19日收到 但是没有答复 过了十一天 一月三十号 斯大林突然发了一个电报 给斯大林哥 说请转告金城同志 我同意他的计划 但是这件事情要做得非常缜密 要经过周密的这个商量 所以请他到莫斯科来 我和他当面 两天以后 二月一号 斯大林又追了一封电报 说我昨天说的那件事非常机密 不得告诉任何人 包括中国人 为什么 因为毛泽东还在莫斯科呢 所以你就现在别来了 等他走了以后 那毛泽东呢 是一月 不 这个二月十七号离开的莫斯科 金城呢 是四月十号 到了莫斯科 到了莫斯科以后 一直到二十五号 你想 谈了十五天 现在关于金城和斯大林的密谈啊 现在 有一个材料 是四大林那个 四大林在克里姆里屋的这个办公室啊 有一个日志 就是每天谁进的这个办公室 几点几分进 几点几分出 从这个档案上看呢 可以知道 他们在莫斯科克里姆里屋 谈过一次 但是内容没有 其他的呢 都是在斯大林的别墅谈的 这个呢 就也都没有解密 其实现在看到的这个材料 主要是金城当时带着一个翻译 这个人叫文日 后来这个人叛逃了 叛逃的后来很多 这个逃到中国 逃到苏联的 那个当时金城考清洗的时候 把这个苏联派 材料派都给清理了 所以都逃回中国的很多 他这个人呢 就逃到苏联去了 文日 然后呢 到八十年代的时候 他写了本回忆录 就记录了他这个谈话的内容 那还有一部分内容呢 其实我们是通过后来的电报 后来在这个一些 来来往往的电报当中呢 涉及到 就是原来金城跟斯大林的谈话的内容 主要谈了这么几个 这么几个问题吧 第一个就是关于 如果发动进攻 美国人会不会干预的问题 斯大林对这个比较担心 但实际上这个时候 斯大林已经得到了情报 因为关于美国人 是不是会干预长远战争的问题 49年斯大林是非常担心的 是如果要是发动进攻的话 就会引起这个美国的干涉 那么如果一旦美国的干涉 这个要是打过三八线 苏联又不能 这个看着不管 那么就容易在 在东北亚地区 引起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冲突 所以他坚决五支斯大林 1950年的1月 这个当时美国的这个国务卿 爱奇逊曾经发表一个讲话 讲其实他是讲中国问题 但稍待手就把美国在远东的防御线 的画了一条线 这条线呢就把这个台湾和朝鲜半岛排除在外了 但其实这个讲话 一年以前就是49年3月 麦卡斯在东京也跟记者谈过 所以 这个不是什么秘密 但是就是你苏联人相信不相信的问题了 因为远东盟军总司令也谈 这个这个这个麦卡斯也 不是这个这个国务卿也谈 真正使斯大林相信的什么呢 是他截获了麦卡斯和这个国防部之间的电报 而且破译了 他 麦卡斯认为 如果朝鲜南北双方发生战争 美国不要干预 就守住日本海就完了 那这就是原来美国战后设计的这个远东防御线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斯大林呢是心里基本上有敌 但他还是问金生说你有什么把握 金生讲说第一 我发动的这是快速的闪电的战争 这美国来不及反应 说我南朝鲜有二十万劳动党员 只要我这一开枪 那边就起义 李英外河四天拿下汉城 美国人没反应过来的 战争结束了 说他怎么可能干预 不会的 斯大林同志您就放心 斯大林当然我想斯大林不是被精神忽悠的 他主要是他有内部的情报 所以这个是斯大林放心 但是还有两个问题 他也必须得解决 第一就是49年的时候 其实中国跟苏联两党是有分工的 而且是斯大林亲自讲的 说以后亚洲的革命就交给你们了 我们负责 苏联共产党负责欧洲革命 亚洲革命就交给中国了 那么现在朝鲜这么大的事情 你不跟中国打个招呼行吗 他开始不愿意跟毛泽东说是怕这事还没个头呢 毛一反对就不好办了 这事 所以他都谈完了 都策划好了 他觉得这个事得跟毛谈 所以他就跟这个靳生讲 说你必须到北京去 你把咱们谈的这情况转告毛泽东 第二个理由 他说毛泽东是最会革命 东方问题专家 所以你这个将来你要出了事 苏联是不可能帮你的 他说因为我们跟美国有三八线的跨电 我们不可能帮你 但中国不受这个制约 所以到时候能帮你的就是毛泽东 所以你要一定要找他 金城就走了 走了以后 斯大林想了想 觉得还是得跟毛说一声 所以他五月三号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 说前不久金城到我这来了 我们谈那些问题 谈的是什么 他会当面向你汇报 又过了十天还没动静 这个金城 这个斯大林就有点着急 就给施里科夫发电报 说让金城到北京去 他怎么还不去 你这个赶快 施里科夫说说 金城说他不用去 说这个 他用不着中国帮助 但是这个还是在斯大林的这个指示下 金城十三号还是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以后呢 俩人就就谈崩了 毛泽东就不相信 说这个斯大林不可能同意 你这个计划 金城就说 我确实是斯大林同志同意 他说你们想没想过 如果美国干预怎么办 如果帝国主义要干预 他说不会的 我们都少 俩人就掐念起来了 晚上十一点半 这个周恩来呢 紧急召见这个苏联大使罗申 说金城来了 说什么什么什么这些 到底是不是斯大林同志批准的 说你现在立刻打电报 到莫斯科去问 我们就在这立等消息 这个罗申就把电报发出去 发出去以后 第二天上午 就是十四号的上午 这个 这个谁 斯大林电报就到了 鉴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 菲利波夫同志 就是斯大林啊 同意朝鲜同志们的意见 但是这件事最后的决定权 在中共中央 如果毛泽东同志认为 现在不宜采取行动 那么朝鲜人民的解放 什么朝鲜民族的统一就要推迟 到底怎么办 这个你们俩商量着办 第二天 十五号 这个毛泽东和金城继续会谈的时候 毛泽东态度就变了 说我不是不同意 你统一 我这个只是想让你再 我统一完了 你再统一 等我解放了台湾 我把部队调到北边 就跟你一块打 那不很容易吗 但是现在你和斯大林已经商量好了 让你先打 那么好 你就先打 我等着 你看你是 你是要要要 要人还是要枪 你说一声 那金城一排胸脯说 我所需要的一切 斯大林同志都给我了 扬长而去 走了 从五月十六号 一直到这个这个六月二十五号 四十年 中朝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所以六六二十五号战争爆发 这个毛泽东感到非常突然 他知道金城要打 但是到底什么时候打 这计划没跟中国人讲 怎么打 什么时候打都不知道 所以战争爆发以后 这个都三天了 金城想起来 哎呦还没告诉毛泽东呢 赶快派人说 你赶快通知一下 所以毛很生气 说你不用来了 我这法国报纸我都看过了 我知道战争爆发了 那么 生气归生气啊 这个战争爆发以后呢 就立刻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就是美国参战 谁都没想到美国参战 但是美国第二天就参战了 25号爆发战争 在美国的东部时间 大概26号 这个谁开的会 杜鲁门开的会 然后27号就联合国通过了决议 成立这个联合国军 美国飞机 28号就就就就就参战了 飞机海军 然后7月5号 美国陆军登陆 开始 最开始是 小谷部队在大田登陆 后来大大量的军队就在 这个釜山登陆 说美国参战以后呢 就出了个问题 这个金城能不能顶得住 一方面我看金城呢 是心里有点犯嘀咕 因为这个美国飞机一轰炸 他开始三天啊 非常顺利 所以28号就拿下汉城了 是因为空中没有什么防碍啊 他陆军打 底下打呢 这个李承晚是光嘴上的功夫 没有好好准备 结果这边一进攻 这个就是兵外如山倒 三天汉城就被拿下 所以 这个时候 非常顺利 但是28号以后 情况就发生变化 就美军一参战 飞机一轰炸 这个朝鲜军队就乱了 金城就有点着急 我看他 这个好像 有点回音太大了 他就给那个谁 找那个苏联大使 他说现在能不能请中国人来出兵帮我 他说既然这个美国能出兵帮助李承晚 他说这个毛泽东就应该能出兵帮我吧 但是一直就没消息 因为这个时候斯大林并不想让中国出兵 7月2号 斯大林让这个罗绅呢 建了一次周恩来 建周恩来的时候 谈了什么呢 他说斯大林同志对美国出兵的事情非常关注 希望中国同志做好准备 如果需要的话 这个能够向朝鲜提供军事援助 重来说这没问题 说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现在已经有四个军开赴东北 其实没开赴了 他们也没做决定 因为成立东北这个边防军的决定是7月7号做出来了 然后大概7月底才向那边开拔集结 但是我想7月2号他一定是跟毛泽东商量好的这个事 所以他就答复苏联 说我们已经做好准备 然后四个军就要去 但是我们有个条件 如果中国出动陆军的话 希望苏联能够出动空军 协助我们作战 这个 苏联大使当然没这个权力了 他就汇报了 汇报7月5号 这个谁啊 这个斯大林就亲自给这个毛泽东和周恩来发了一封电报 其中讲到 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 中国出动陆军 苏联出动空军 协同作战 这个电报非常重要 以前这个电报没披露的时候 中国学者和俄国学者争论非常大 中国说啊 说这斯大林出尔反尔 因为他后来说不出空军 苏联不是苏联了 就这后来的俄国学者说 没这事 这原来就没答应过 所以无所谓 这个出尔反尔 现在看这个电报呢 斯大林是是说过这话了 只是到后边 他只是他没讲什么时候出动 这个出动到哪 这个没明确说 但是这也是后来中苏两国发生分歧的问题 那么七月五号这个事过了以后 这个美军的这个干预呢 他还是没有挡住这个朝鲜人民军的像潮水一般的攻势 所以到了八月份的时候 基本上就这个战争就已经推进到洛东江了 那么就是南朝鲜三分之二的这个领土已经被北朝鲜这个掌握了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 就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美军一个登陆部队越来越多 而且战线缩小 所以集中这个兵力来对抗北朝鲜人民军 就在洛东江一线战争进入了这个就是凝固的状态 就胶着在那 就谁也打不过去 谁也打不过来 这个时候毛泽东给这个谁 给这个金日成连续传递过三次信息 说你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 因为你的后方完全这个暴露在敌人的攻击之下 没有任何这个防守 一旦这个敌军在你侧后登陆的话 你就会陷入被动 所以你必须把重兵力调回来防守这个东西海岸线 如果你没有重兵调回的话 他说我可以出兵帮你 你在前面打 我守后方 保证没问题 其实这个消息呢 也告诉了苏联人 但是斯大林这个时候还是不想让中国出动 所以一直这个没有答复 不论是给中国人还是给这个朝鲜人 这样子这个时机就错过了 错过了以后就一直就到九月十五号 九月十五号 人川登陆一举成功 其实这个人川登陆是很难成功的 我到人川去了两次 就是看那个地形到底怎么回事 他主要那个他那个海滩的海水非常浅 很难 这个就是军舰很难靠近 除非长大潮的时候 这个军舰才能这个靠近海岸 但是几个小时你必须得得取得胜利 否则的话这个潮水一退 你不就那军舰就搁浅在那 你下次大潮来还不知道哪年哪月呢 所以麦卡瑟提出这个计划的时候 所有的这个官员 国防部包括白宫都反对 没有没有一个人赞同 但是麦卡瑟那会牛啊 这事归他管 我就这么定了 后来果然一举成功 你想美国一百多艘船船 七万多人登陆 这个金城防守的兵力 在人川不到两个营 几百人 那怎么守得住 所以美军一登陆成功以后 立刻兵分两路 一路南下就包围了在这个 那会儿 洛东江防线已经突破 已经压缩到这个 这个 府山了 就把这个人民军就给包围了 再一部分北上 没有两天就拿下了汉城 所以这个形势就非常危机了 九月十七号 周恩来召见了朝鲜大使 说朝鲜政府如果现在需要中国做些什么事情 还来得及 同那边也跟苏联人讲了 说这个我们建议就是中国军队往南调 他没说的那么明确 但是看那意思就是 中国现在可以出兵 帮助朝鲜守三八线 因为朝鲜没兵了 北朝鲜 这个就是三八线以北 已经没有部队了 但是苏联还是不同意 斯大林 做了两件事 第一 他发了很多电报给苏联顾问 说立刻把这个 洛东江这个战线的所有的部队 全部调回三八线 第二 就告诉金日成 说革命最重要的就是坚持 说你再坚持一下 说当年这个我怎么坚持了 就讲这个 这个 什叶革命以后内战 不是有几年 说这个当时十几个国家包围 他说我们就是信念坚强了 所以我们就坚持下来了 所以你叫坚持 但是 中国出兵的事 斯大林没做任何反应 过了几天 当时朝鲜人非常着急 我看了他们那个朝鲜劳动党的会谈 这个政治局会议记录啊 他们几个商量说说这个现在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这个是不是我们要邀请这个中国出兵 所有人都都说必须 必须邀请中国人 说要不然咱们就这个很难支撑这个局面 这个我看金日成说了一段话 说这个斯大林同志给了我们一切 给了这么多钱 还给了这么多现代的装备 现在我们把账打成这样 请中国人来帮助 斯大林同志会怎么想 他就不敢再提 因为他以前也提过一次 这个让中国出兵 斯大林就没反应 没反应呢 他当然就明白 斯大林是不愿意让中国出兵的 所以这个时候能不能提这个事 怎么个提法 经常想了半天 说就跟他这个身边 就是他那个翻译 就是叛逃那个文日 说你啊 你去苏联大使馆 跟这个苏联说这事 后来文日就去了 去了以后就跟斯大林哥夫讲 说这个 现在这个朝鲜的情况非常危急 能不能请中国出兵 斯大林哥夫就问 说是这个金城同志的意见 还是你们政治局做了决议 他想一想 说都不是 是我个人的想法 他不敢讲 他说是你个人想法 那就算了 但实际上 他还 我看他电报里头 还是把这个情况 反映给斯大林了 斯大林没反应 这样一下就拖了十天 这十天过后 所有的机会都没了 为什么 因为朝鲜人民军 已经全军覆没 没有一支整建制的部队逃回北方的 也就是说三八线现在大门洞开 没有一兵一卒防守 就面临这么个局面 9月27号 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 哥尔里哥一商量说不行了 不论是谁 现在必须得出兵 苏联也好 中国也好 再不来 咱们就真的玩完了 说也别找谁了 也别请示了 直接给斯大林写信 这个金城就直接29号直接写了一封信给斯大林 你不让我们坚持吗 说朝鲜劳动党和朝鲜劳动人民为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 流进了最后一滴血 我们单独对抗美帝国主义 什么英勇奋战 什么什么什么 现在实在坚持不住了 所以我希望苏联能够向我们提供 如果不愿意看着这个朝鲜王国 希望苏联的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 就是出兵了 如果您认为苏联不便采取行动 那么是否可以帮助我们组织一支国际志愿部队 他都不敢提中国了 斯大林老不同意吧 他也不知道斯大林到底怎么想的 所以他就 能不能帮助我们组织一支国际志愿部队 10月1号斯大林回电 锦城同志 最近我在南方疗养 你们那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太清楚 那看来现在你真的是遇到困难了 我以前跟你说过 在朝鲜的问题上 苏联是不便出面帮忙的 不过你不要着急 是有人是可以帮助你的 那就是中国 而我现在呢 我来跟毛泽东联系 你等消息 所以10月1号 斯大林同样发了封电报给毛泽东 你不是一直想出兵吗 我看现在是时候了 你准备出动多少人 何时出动 速告 电报很简单 他前面还说了几句 什么我在南方疗养 什么什么什么 之类的事 10月1号 毛泽东收到这封电报以后 这个立刻做出了反应 10月2号 他就起草了一封电报 给这个斯大林 说中国呢 是计划 10月15号出兵 第一批部队四个军 然后还有第二批部队 等等 就把这整个计划告诉他了 然后呢 后边就讲 那个说 但是中国武器装备不行 需要什么什么东西 拉了一个非常长的 这个武器清单 然后还有一点 就是苏联空军 希望苏联给予空军援助 当然我们公布这个电报的时候 87年 一头一尾都没公布 一头就是这个抱怨金城 说我早就跟金城说 让他防备帝国主义 这个干预 他就是不听现在惹事了吧 不过没关系 我来解决 然后中间那段 这个公布了 后那段也没公布 后来呢 就是10月2号召开了一次书记处扩大会议 因为这个事是大事 出兵的问题 是吧 我想在此之前 至少我现在看到的材料 毛泽东 除了跟周恩来以外 好像没有召开过这种正式的会议 讨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10月2号 那次书记处 这个扩大会议 应该是第一次讨论出兵的问题 结果大家都反对 这个我们看不到记录 只是有很多回忆录都都反映 说这个包括彭德怀 后来这个杨尚坤 反正很多人了 回忆录 大家都都表示反对 这样子毛泽东那个电报就没发出去 后来不知道怎么 这个 那秘书整理文件 最后就在大案馆整理的时候 后来就把这个作为 已经发生的事情就刊登出来了 后来闹了很大的学术界 闹了很大的乱了 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 俄国因为登了一封电报 因为这个不是毛泽东 电报没发出去 没发出去 他要答复这个斯大林嘛 所以10月2号的晚上 他召见了罗申 跟罗申说了下边这番话 说 中共中央 多数同志 多数领导同志认为 目前不宜出兵朝鲜 理由如下 讲了几条 第一 什么中国连年战争 这个部队厌战 然后 什么 这个民主党派反对出兵 中国武器装备太差 没法跟美国人打 等等 反正列了好几条 但是 这还不是最后的决定 我们还要召开会议讨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金绳 不是 斯大林一方面给金绳发了个电报 他没讲这些情况 只是说 中国正在讨论出兵的问题 说你再等一等 然后他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 你不是说这个现在时机不成熟 他说其实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为什么 他说二战结束以后 这个这个这个德国没了 意大利没了 日本没了 这个法国英国也衰落了 他说你看看现在天底下 说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就剩一个美国了 只要你我联合起来把美国打垮 离世界革命成功的日子就不远了 你的台湾问题顺便就解决了 而且他说美国人其实没有那么可怕 他说美国兵我见的多了 他们上战场就是卖点咖啡 卖袜子什么不干正事 战斗力不行 比这个日本人差远了 等等 那么毛泽东其实他还是 主张出兵的 只是别人都反对 所以他也那会也不变这个就应下决定 所以十月四号五号呢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特别是把彭东怀和高岗调进了北京 来参加这次会议 彭东怀来晚了 他十月四号下午到的怀仁堂 一进怀仁堂就发现气氛不对 原来政治局开会跟毛主席那开会 大家非常随便抽烟的喝茶聊天的嘻嘻哈哈 都今天脑没人说话就低了个脑袋 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说我一言未发 然后开完会杨尚坤就把他讲说老彭 咱俩喝酒去 然后就把下午的事 他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跟这个彭东怀讲了 说主席啊坚持要出兵 大家都反对 说这事反正早晚要找你 回去以后 果然九点钟 那个不是这个晚饭 吃完晚饭的时候 那个那个谁 邓小平来了到北京饭店 说老彭啊 明天上午九点 毛泽东风则园单独召见 你准备准备吧 所以彭东怀一晚上没睡好啊 他自己写的那个回忆论 说一夜辗转未眠 就不知道主席要跟他说什么 他想了半天 后来第二天早上就去了 说一进风则园 毛泽东 老彭你说该不该出兵 结果彭东怀说什么 说我看两种情况 如果苏联这个 完全撒手 就咱们自己跟美国人打 不要去 你根本打不过 没用去了 如果苏联半撒手 还能帮你把中苏联合 那我们跟美国人还有的一拼 毛泽东一拍桌子 老彭啊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走吧 上会上说说去 拉着他就进了会 怀人堂 然后就有彭东怀那一番 慷慨陈词 这个报纸上都登了 什么中国参战 不过就是解放战争 晚几年嘛 反正现在也是烂摊子 还不如打完了一块建设 基本上讲了这么个思路 那么毛泽东坚持 彭东怀又挂帅 说别人也没得说了 说行嘛 那就打吧 这个中国参战的决定 政治局会议 在十月五号下午正式做出了 然后十月六号就召开了第二次国防会议 部署这个具体的安排 这个 十月八号志愿军就正式成立 而且毛泽东就通知了金日成跟斯大林 那么现在唯一的还有一个问题 没解决 就是苏联的空军到底什么时候到 怎么跟中国配合 因为我看这个军委的这个档案 十三兵团几次发电报问 说空军何时到如何与我军配合 说这个来了空军别炸了我们自己 因为中国他没从来入军 没有跟空军配合过 所以大家都比较担心 第一个不知道来不来 第二个来了不知道打谁 别人那么配合不好 把自己给炸了不是 所以你看这个军方的担心 其实很有意思 我看军方的电报 但毛考虑当然是政治问题 所以他十月八号给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 说我们已经做出了这个决定 怎么怎么样 就跟他通知立法 但是还有些具体问题呢 要跟你商量 我派周恩来和林彪同志立刻去见你 现在他们的飞机已经过了国境 这样就是十月十号 周恩来和林彪就辗转到莫斯科最后到了黑海 就是斯大林的疗养地 索棋 结果十号 这个一谈又谈 斯大林就问了说你们出兵有什么困难没有 曾来就是明确讲我们有两个困难 第一就是中国的武器 现在跟这个苏联差 不是跟美国差太远 苏联能不能提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 斯大林说这个没问题 你要什么给什么 要多少给多少 好 第二 就是中国没有空军 很难跟美国的海陆宫三军作战 所以苏联能不能提供空军援助 他说这个也没问题 只是这个空军的准备的时间比较长 这不像陆军 陆军就打个背弯扛枪连就走了 说这个空军技术技术性比较强 这样 你们先去 两个月最迟两个半月 苏联空军就上 周恩来一听当然不干了 说那再过两个多月 这仗不打成什么样了 说不行 说最好咱们还有一块去 就两件吵来吵去 征来征去 最后征来说 要不这么着吧 我们再准备两个月 等你们准备好咱一块去 周恩来 不是 三军说你再准备两个月 那就不用去了 还是你们对马上 现在是什么救人如救火 什么什么什么 你们马上上 周恩来就坚持不干 说你空军不到 我们不去 没法去 因为这个恐怕 我猜想 这个没有文献 但是我猜想 这恐怕是他去莫斯科之前 毛泽东给他的底线 就是必须得让苏联 绑着苏联一块打 这才行 咱们是肯定得去 但你不绑着苏联不行 老朋友也不干 最后 说到最后 那算了吧 既然这样 这个你们也别去 我们也别去了 通知金城赶快撤退 到沈阳建个流亡政府拉倒 林彪已经急了 说那哪行啊 本来这战争根本没什么事 你把那个金城 让他到沈阳建个流亡政府 这不引火烧身吗 说三林同志 我建议 咱把金城留在山里 让他打游击 牵制美国人 您看如何呀 哦 反正十号那天是 争吵了一天 最后决定放弃北朝鲜 所以十一号 斯大林和周恩来 联名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 说经过这个磋商 最后决定放弃北朝鲜 因为大家都没做好准备 那么就讲了几条 第一个什么 金城到沈阳建立流亡政府 第二个就是朝鲜人民军残部 撤到吉林几个地区 哪哪哪讲了一下 去修整 然后党政干部的 撤到苏联远东地区 苏联大使协助撤退等等 说十一号联名电报就发出了 最后又写了一句 说这件事呢 最后由毛泽东同志决定 所以十二号 这个十月十二号 毛泽东接到电报以后 第一个反应是同意 他是下午三点钟接到电报 他说这个这个 哦是这样 他说那我同意他们的决定 这是他跟这个苏联大使口头说的 到晚上九点多钟 九点五十分 他又专门发力封电报给斯大林 说我同意你们的意见 我已下达停止这个出兵的命令 其实他没下达 他下达的不是那个命令 他确实给十三兵团发了一封电报 他那个电报讲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 就是十九号出兵的命令 战不执行 等待下一步指示 此消息不可外泄 十三号毛泽东召集了一次 政治局的扩大会议 把彭德华也从前线叫回来了 这个开了一天会 但是这天会 讨论了什么东西 现在我们也不知道 因为没有任何记录 包括年谱里头什么 反正都没讲 但是结果是知道 因为十三号晚上到十四号 毛泽东发出了很多电报 给这个周恩来 给斯大林 给什么 这个 就是十二号 他那个电报发出以后 斯大林知道已经不行了 毛泽东也同意放弃 所以他就给这个金城 发了个电报 说金城还在那等着呢 你不让我等着吧 他说你就别等了 中国同志原来是同意出兵的 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候 他们退缩了 所以你现在只能就是赶快撤离 但是隔了一天 就十三号晚上 毛泽东电报就到了 说我们经过讨论 决定还是出兵 这个斯大林一看 赶快又给金城发了个电报 说你你再坚持一下 说中国又同意出兵了 让他再坚持一下 这边呢 毛泽东就通知这个周恩来 说你还得再找斯大林 他当时讲了一下 说中央必须出兵 出兵利益极大 不出兵这个损害极大 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东方 什么什么你到时候 可以慢慢去品味毛的这个话 什么意思 总而言之是还是决定出兵 但是有两件事 你要找斯大林确定 第一就是苏联给的 所有的武器装备 目前我们没有这个资金支付 可不可以作为这个叫贷款 第二就是这个 苏联要保证两个半 最迟两个半月 两个月最迟两个半月以后 出动空军 这个时候这个谁啊 这个时候这个谁 周恩来已经到了莫斯科了 斯大林还在索气 所以他实际上是跟莫洛托夫谈的 15号莫洛托夫通知周恩来 说斯大林同志说 以贷款的方式支付这个苏联的武器装备 这个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战后再结算 而且我们可以按半价跟你算钱 第二个问题 有问题了 说斯大林同志说 苏联空军既是出动 也不会越过鸭鲁江 哦这下 周恩来就着急了 说我们在朝鲜打仗啊 说你飞机不过鸭鲁江 你算参战 算哪门子战呢 知道跟斯大林 这个也没法谈了 马上坐飞机回来了 一个电报通知这边17号就坐飞机回来 这个时候毛泽东也急了 因为这原来是中国出兵的底线嘛 就是中苏一块去打下去 我出陆军你出控军 现在折腾半天 我是我先去你后去我也答应了 最后苏联全撤 所以他又把彭东坏叫回来了 18号又开了一天会 关键是这天会的这个材料没有 就是到底18号怎么讨论的 因为这可是这个中国的底线 那么如果你接受了斯大林这个要求的话 那就是中国你跟美国人孤军奋战 你去打去 打赢打输 反正是你的事了 完全就心里就没底了 这传说挺多的 他说我也不敢采信 说彭东坏当时就挂上帅印不干了 说这个爱谁谁了 我不干了 这个问题肯定是非常严重的 但是我们就是不知道当时他们怎么讨论的 只知道 18号的晚上 6点钟 毛泽东给十三兵团发立风电报 按原计划 19日全军出动 19日这个晚七时全军出动 所以到了第二天19号趁着夜色 这个志远军四个军 就都分几个渡口 这个就渡过了亚中江 中国就参战 当中国参战以后 这个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就是 我们是19号出兵 25号跟美国人碰上了 碰上就打起来了 打起来 28号斯大林下令 苏联空军立即出动 而且可以越过亚中江 所以11月2号 第一批苏联空军 这个进入朝鲜上空 打了第一仗就击落两架美国飞机 以后基本上到52年 这个朝鲜空战都是苏联人打的 这个就是从朝鲜战争爆发 到中国出兵 整个这个朝鲜战争起源 一个基本的过程 下边我就讲我的观点 几个看法吧 因为我要讲这个看法呢 这个刚这个 这个过程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过程 我讲的是 讲不清楚 第一 斯大林为什么要发动朝鲜战争 这个事发是非常突然的 因为一月初他还不同意发动朝鲜战争 一月底他就同意了 所以其实我们找原因呢 就是在这一个月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使得斯大林这个彻底的改变了他对朝鲜半岛的政策 是不是这么个逻辑 现在我们来分析 其实一月份发生了两件事 第一 中苏同盟条约签订 这个中苏同盟条约签订的一个最大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苏联丧失了他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动港 苏联的太平洋舰队马上就要返回这个这个海森外 就到日本海里头去了 由毛泽东坚持要签个新条约 而且坚持要收回中长路旅顺港和大连港 这个是斯大林包括这个沙皇俄国开始就构造了一个这个亚洲战略 就是他要找到一个通从苏联的欧洲地区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动港 所以俄国人出钱这个道胜银行出钱修了这个中东铁路 后来叫中长路加上这个南满铁路 然后这个租用了旅顺港又开辟了大连港 但是到五零年二月份 这个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就完了 没了 这件事对于苏联的损伤极大 所以它导致了什么结果呢 第一中苏同盟条约签订 当然这背后有很多故事 我们这个没时间细讲 就是美国的态度 英国的态度 然后国内的反应 总而言之 结果就是中苏同盟条约签订了 但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信任关系是荡然无存 说这毛泽东太厉害了 说它是亚洲的这个铁拖 那是便宜它了 它比铁拖厉害多了 你想铁拖 1948年苏南冲突的时候 三年怎么叫铁拖到莫斯科来 铁拖都不敢来 怕去那就走不了 他说你毛泽东多厉害 我来这就不走了 你答应不答应我 你不答应不走了 你国家元首刚建国 到另一国待了将近三月 什么胆色 我就是不走 我看你怎么着 最后 毛泽东如愿以偿 斯大林不得不做让步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 他跟斯大林之间的关系 非常紧张 俩人之间没有任何信任感 他真不知道 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人 49年初就顶了我一回 这50年又来一回 这玩意儿刚建国就这么厉害 将来不定什么样了 这人 这就是中苏关系的实质 这个第二 一个是战略损失 第二个 这个就是中苏关系的 这个微妙的这种变化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导致了后来的这些事情的发生 为了弥补这个损失 所以斯大林要选择 一个替代的方案 这个替代的方案 就是朝鲜半岛 因为中国那个方案里头啊 他有这么一条 我发现苏联人特别注意 中国不是说要收回这旅顺港吗 但是呢 补充有一条 就是如果发生了战争 就无论是对这个苏联的 还是对中国的战争 那么中苏两国可以共同使用旅顺卡 他有这么一条 我想这个可能是提醒了斯大林 而且你发现没有 二月一号 就是 对 他是这样子 就中国这个方案 是什么时候提交给斯大林的呢 是一月二十六号 这个日子很重要 开始斯大林是反对 所以我看了有三份那个俄文的 就是那个 那个中国起草的那个文本的俄文件 有一个就是斯大林 看的上头全是画的 一道一道 画画的 你帮他探号 不就是问号 最后前子斯大林 我不同意 但是其他那两份改动就很少 因为他这个 我看那个原件上 他没有标时间 所以我不知道哪一个是先 哪一个是后 我估计可能斯大林那个是为先 为什么呢 因为二十八号 苏方把这个中方的这个修改过的文本 交回来的时候 几乎没改动 就同意了中国的方案 就是你就是到五二年底 中国要收回旅顺港 大连港 这个大连是签字之日就收回 五二年底收回中长路和旅顺港 但中国就里头有这么一条 就刚才我说的发生战争的情况下 共同使用 所以二月一号 苏联就增加了一个议定书 这个议定书里头呢 又增加了一条 就如果发生战争 或有战争的危险 苏军有权自由使用中长路 什么结果呢 就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 无论成果如何 无论结果如何 苏联都会重新控制 这个中长路和旅顺港 或者 如果完全胜利 那么他就可以用这个 大连 这个 朝鲜 南朝鲜的几个港口 来替代这个 辽东半岛的港口 这个大家在地图上一看就知道 而且 这个事从 就是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 对于苏联在这个亚洲建立一个 这个太平洋的出海口 这个意义 其实在尼古拉二世的时候 俄国人就知道 我看尼古拉二世的时候 外交大臣给他写的报告 其实就讲到这个问题 只不过就是 最后沙皇选定了辽东半岛而已 包括后来的苏联外 1945年苏联外交部 也跟斯坦林谈过 就是朝鲜半岛有几个港口 南朝鲜 特别适合做军港 什么的 不动港 这个的就是 就是 当然还发生了 一月份还发生了一件事 那就是 美国人宣布朝鲜半岛不在 这个 美国远东防御线之内 这样子 这个 再加上斯坦林得取的这个情报 他就对于发动朝鲜战争的这种限制条件呢 也这个消除了 所以我判断 这个时候 斯坦林动了心眼 这个时间节点就非常重要 你想 一月二十六号 中国把方案交过去 一月二十八号 苏联接受了中国这个方案 一月三十号 他就通知了金日成 到莫斯科来谈 这是一个 我对朝鲜战争 斯坦林为什么同意发动朝鲜战争的一个理解啊 对 我得顺便说一句 其实 在历史研究当中呢 像这一类的 它都属于推断 我们现在看 没有看到文件 这个 说 苏联为什么 同意这个 他们怎么争论 什么理由 因为像在外交史的研究当中啊 属于外交决策的 这个 过程 比较容易 因为你知道 这个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就可以 但是 决策的动机 不太容易 是 中苏朝这方面不太容易 美国很容易 你对美国决策动机的判断 现在档案一解密 非常容易 因为他那个决策程序啊 是非常严谨的 比如 朝鲜战争打起来 该不该 这个 这个 出兵 美国所有的会议记录 全都在 而且这个 海军有海军的主意 中情局有中情局的主意 国防部啊 什么什么 国务院 都有方案 递上来 最后 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 双方辩论 争吵 那把这个目标啊 这个目的方法 说的一清二楚 最后总统拍板 下个总统指令 这事就定了 中国 他不是这样 这苏联也不是这样 都 要不然就不开会 就是拍个脑袋 行 这事就这么定了 下去办 领袖外交吗 都是这样 要不然开会 开会不记录 保密 能谈听器 这个 还保留原来地下工作 那个劲脑 就算有记录 不解密 不让你看 所以 关于中策刀这方面 这个动机 他必须得通过 合理的分析 已知的史实 进行推断 所以他就没有 对不对 是不是真实的 这个 谈不到这个问题 是不是合理的 所以你这个推的 我们对这个 决策动机的推断 第一 你要是 不能 不能违背 这个基本的逻辑 第二呢 不能违背 基本的实实 就是我们现在 已经掌握的实实 能够检验他的 就是你用 所有的实实 能 来 来 这个 这个 对照 你这个判断 如果都能 解释得通 OK 你这是 合理的 我就把 所有的实实 都来对照 所以你想 为什么不让中国出兵 让中国出兵 不外乎俩结果 中国出兵很快 朝鲜战争就结束了 是不是 朝鲜一结束 那条约规定那些 什么在战争期间 可以共同使用 还有什么 那就不起作用了 再一个 这仗是打赢了 中国一百万人在那 你说这港口归谁啊 我不是白忙活了吗 所以斯大林是不会让中国出兵的 那等他让中国出兵的时候 那就是 事情完全走到了最坏了 就三八线被突破了 如果三八线不突破 那就维持原状 如果美国不过三八线 其实也是很有可能的 当时只要一直声明 说中国准备出兵了 美国立刻 这个下令停止 因为九月二十七号 麦克阿瑟过三八线的时候 这个跟国务院 跟那个国防部 就吵得很厉害 最后国防部下了个令 就是如果在北方 朝鲜北方 发现了苏联军队 或者军国军 这个中国军队 或者中国发表声明出兵 你都立刻撤回三八线一带 所以我说那会儿 是中国是 就整个思维啊 经验啊 什么都没有到那个程度 那会儿发表声明 说中国准备出兵了 你要过三八线 中国就出兵 这战争也就到此为止 就恢复原状 那么这种紧张的状态 紧张的局面 那当然最后 对苏联还是有利的 好了 第二个我想解释一个看法 就是中国为什么出兵 因为这个问题呢 现在争论也非常大 学术界争论也很大 就是中国出兵的动机 到底是什么 各种说法其实都有 大家我想都是搞历史的 这方面书看的也很多 我就讲讲我的解释 从我们刚才看这个过程 我们应该知道 就毛泽东决定出兵这个事 他分了好几个阶段 在这些不同的阶段啊 这战场的形式是不一样的 所以中国出兵的目的是不一样 对不对 你想他开始出兵的想出兵 那就很简单嘛 金城已经都打到快打了 就打完了 他到后边一守住 这个两边海岸线 长战争就结束了 所以这个时候出兵的目的 他比较简单 你就是帮助金城 赶快结束这场战争 搞不好毛响 你打完了我回去好我打 这都不一定 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 就是中国没有任何负担 但是这个斯坦林不同意 那么第二种情况 就是九月十五号以后 这个军事形势改变了 但是还没有危机到 这个北朝鲜的时候 中国出兵呢 是想帮助朝鲜守住三八线 避免这个战争呢 蔓延到中国边境 这个是 也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的 是吧 这是第二次第二种目的 这都比较好解释 为了中国的安全啊 这个毛泽东对美国人的愤怒啊 因为美国这个杜鲁门声明 朝鲜战争打 这个打起来 他对台湾有个声明 这个是惹弄毛泽东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后来毛泽东特别恨美国人 说你说话不算话 你原来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美国对台湾没有任何野心 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争 美国认为这是中国的内战 绝不干预 公开讲呢 杜鲁门1月5号 但是杜鲁门那会儿讲那话 什么意思 是你还没有跟苏联结盟的时候 他是希望 让中共解放台湾 来换取这个跟中美关系和好 然后不让这个这个中苏结成同盟 那是美国的一个战略考虑 结果你已经 2月14号中苏同盟条约已经发 这个这个发表了吗 所以美国就变了 但这一点呢 这个引发了毛泽东的 这个革命情绪 所以他后来很多要抗击美国人 要跟美国人干到底 就是这小的说话不算话 本来他们好好的 所以美国人在那个这个声明当中 提出的台湾地位未定论 说台湾是同意联合国同意他独立了 压着他会 但没说这个交还中国 这个事一直拖到现在 什么吕秀莲他们那个 什么什么还那个叫什么 纯水扁他们 就抓的就是这句话 台湾地位未定啊 没说就是给中国呀 就没有这合法的文件 所以这个 这个前两期啊 这个都比较好解释 关键是这个第三次 就是13号那次会议 那次会议定的什么情况呢 就是中国先出兵 苏联空军后到 这个毛泽东也答应了 答应了 其实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 是他改变了这个出兵的策略 叫出而不战 说不是就俩越吗 没说咱们先去 去找一点躲起来 不跟着美国人打 要打 只打伪军 不打美军 为什么 这伪军好打嘛 你别说 这个 他想的设计的是等 你不是说两个月到两个半月吗 所以他在人两个月到两个月 或者在国内等也是等 出去等也是等 反正咱们就出去等 你算我出兵了吧 我出兵了 完了就等你飞机到 武器到 咱们一会儿跟美国人谈 这是毛当时设计的这个出兵 所以这样一种情况呢 其实也 也不是根本 也不是根本的问题 那么这个对中国的边界 安全什么也是有保障的嘛 反正出去把他远离这个中国 鸭绿江嘛 是吧 什么水风水电站啊 什么东北的工业啊 什么他都不会受到影响啊 这都可以解释 关键就是最后一次 十八号那个决定 十八号为什么还要去 你明知道出去被人打一 打一顿 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用 这个为了国家的安全来解释 边境安全就解释不通啊 对不对 这个所有的军人 他不同意出兵 主要是从军事上觉得 他打不过美国人 我去干嘛去啊 没事闲的 出去让人给揍一顿 又回来了 本来没你什么事 你这不出去惹人家 打一顿 你也打不过 又让人给打回来了 然后你再引狼入室 这不更不安全了吗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所以这个时候 要用这个边界安全的 这个这个说法 来解释毛泽东的出兵的动机呢 就已经不够了 他一定还有一个 更深层的想法 所以毛说了一句话 说打败了 我们也得去 他意思就是不是军事的问题 不是胜败的问题 那什么问题呢 是整个中国 中国政权的安全的问题 就受到了威胁 因为这个时候 靠中国这点军队 已经不解决问题了 而且明知道 也打不过人家 但是有一个人 可以保护中国 就是苏联 就是依靠中苏同盟的 这个这种政治框架 依靠苏联的援助 来保证中国的安全 而且更重要的是 保证中国共产党 新政权的稳固 因为川战争爆发以后 出现的事情 这个太多了 什么土匪 什么国民党惨 你竟看这个电影演了那么多 不都是川战争爆发 这帮人就跟打了 那个什么什么真实的 全活跃起来了 然后特务也到处 蒋介石也是反攻大陆 关键是毛泽东 已经得罪了斯大利 就在这种情况下 谁帮中国 谁帮中国共产党 所以他必须 做出一个表现 让萨林相信 毛泽东还是一个真的共产党员 还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个忠实的成员 还是听从您斯大林同志领导的 你琢磨琢磨 我站在毛泽东的角度 我会想 你看苏联提出了最苛刻的条件 让我们先去打两个半月 我都去了 斯大林还是不干 为什么 斯大林一定觉得毛泽东在玩了 你玩什么 你搞什么阴谋 让你先去两个你都去 不定又设什么圈套给我 就他这会跟毛泽东之间 没有任何信任关系 你做出的任何决定 让他看 让斯大林看来 好像都是阴谋 那当然毛是有点阴谋 什么这戳而不战 不是阴谋 就骗人家吗 说是出去打 就让我找一点藏起来 所以俩人都在斗心眼 谁不相信谁 那么到了最后这个关头 就是中国已经得罪美国 现在再得罪了苏联 他能好得了吗 而且这么大一个国家 刚刚建立了新的政权 经济衰败 社会混乱 再加上这个国民党的这些特务 土匪捣乱 蒋介石那反攻大陆 整个中共政权是岌岌可危 在这种情况下 只能依靠苏联 而且毛泽东只能冲过出兵朝鲜 来证明中国共产党 还是一个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还真的是社会主义阵营的 真实的忠实的一个成员 后来的事情证明 毛泽东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因为中国出兵以后 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苏联 刚才我说了苏联空军的问题 苏联装备 你知道斯大林一次给中国 这个飞机当时最先进的 这个这个米格15 必死 三百多架 白给的 那会儿毛泽东是出兵以后的 你看得来来往往颠报 真是中国要什么斯大林给什么 拿钱花花的来 专家 这个飞机坦克要什么花花的就来 这个毛那个心里高兴啊 装备一下要60个师的装备 其实整个中国军队现代化 都通过朝鲜战争实现 武器全换了 你想这军刚进朝鲜的时候 那什么情况 我问过采访那个老兵 他讲说我们过了雅鲁江第一件事换枪 为什么 这枪都不一样 有用美国穿 有用这个苏联转盘枪的美国冲锋枪 日本三百大盖 还有中国的汉阳灶 都不一样 这子弹送上去都不知道给谁的 所以他各师得统一 说你们这师啊全汉阳灶 你们这师啊全是三百大盖 所以这个整个 这个特种兵的建立 包括雷达兵 坦克兵 什么什么高炮 什么什么 都是在朝鲜战争当中 靠苏联的装备 全部换装建立的 经济建设的恢复 等等 我就不讲了 包括这个 整个国家制度的 这个机构的设置等等 所以 中国出兵以后 确实把中苏图盟 拉回到一个现实的 坚实的基础上 才保证了中共的这个 政权的稳定 保证了这个中国的安全 这个就是 我对这个中国出兵的决策 这个动机的一个判断 最后再讲一个问题 就是 我想这也是我们可能在教学当中 学生最爱问的一个问题 说老师 值得吗 我们打这么一场战争 值得吗 是吧 我听了好多 我想学生们心里也会有这个 网上也评论特别多 这个问题怎么看 从刚才我讲的 整个这个过程来看 其实 你应该有一种感受 就是中国不得不出兵 出兵能够挽救中国 或者挽救中共的政权 那么 这个战争打了三年多 最后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 为什么中国的国民 很多人认为 他不值得 两个 我看啊 是两种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就是觉得代价太大 这个有物质的 也有非物质的 第二个 就是 帮了不该帮的人 什么养育八眼狼啊 什么什么 反正都是这意思啊 就是中朝关系 实际上 这个没有因为朝鲜战争 这个建立起这种 亲密的 什么鲜血凝成的 什么传统的战斗的 等等等等 的 有意 我来解释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这个代价 是怎么造成的 主要是因为这个战争 延长了两年多造成的 这个可以成立吧 因为你一算 能算着一个物质代价 物质代价就是 中国死多少人 花多少钱 对吧 这个在1950年底的时候 对 中国损失很小 主要的损失 包括特别人员的损失 都是第四次战役以后 就是1951年1月以后 一直到1953年7月 两年半的战争 51年52年53年半年 是不是 第二 非物质性的代价 那所谓非物质性的代价 主要是讲这个 在朝鲜 以朝鲜战争为背景 中国开展了很多政治运动 比较正反 三反五反 土改 等等等等 都是在战争的背景下 以战争的动员的方式 采取强迫的形式 开展了很多运动 这个这些运动 从现在看来 有很多负面作用 而且对这个 毛泽东在党内的一言堂啊 等等这些 这长夜战争确实是有这方面的负面作用 但是 归结起来 它其实就是一个问题 就如果战争 被延长 十月出兵 十二月结束 怎么样 就没这些问题了 所以 问题其实归结到一点 就这个战争能不能早一点结束 中国出兵迫不得已 你什么时候收兵啊 我觉得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所以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 转换成了另一个 讨论的问题 就是一九五一年一月 有没有可能 这个停止这场战争 我说 有 就是联合国那个 停火议案 一月十三号 联合国提出了一个 这个停火议案 如果中国接受了 那 好处太大了 这是个修正案 以前就提出来了 以前提出来 因为中国这个 随着志愿军南下 不断南下 他不断的修正 修正到了一月十三号的时候 接受了中国以前提出的 几乎所有的条件 这个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 台湾的归属问题 对日合约的问题 等等 中国人就这些不 不讨论 我免谈停战 既然中国拒绝了十三国提案 那自然 他就通过了美国这提案 什么呢 中国是侵略国家 这个定义一定 那么后来就整个封锁中国呀 这个限制什么 各种 什么高科技 反正一直几十年下来 就这个决定 联合国这个决定 所以我说 这个 当然 还有一些可能的原因 比如 苏联的压力 朝鲜的压力 等等 错过了这个机会 结果就 所有的情况都发生了变化 你外交上一下就得罪了所有人 不是 你骂美国人也就算了 是吧 你把那印度也给骂了 人家印度本来是好心的帮助中国的十三国联合提案 给你提这么好的条件 说这帮人也是包藏祸心 不是跟着什么美帝国主义怎么怎么着 人心寒不心寒 就中文那会没有外交经验 说你该打你别都打 是吧 你去打俩 外交上完全限于孤立 军事上马上限于被动 你这边刚这个这个这个拒绝 李其微去了 李其微到美国军队一视察一看 说美国没什么损失 就是没士气了 为什么没士气 就让着中国人这不正规的战争 倒倒的 他只要美国人打一两个小的胜仗 士气马上就恢复 果不其然 你这个17号宣布拒绝 24号李其微发动两个小小的战斗 一举成功 然后马上全面反击 第四次战役打起来 中国大踏步撤退 丢失了三八线南北的大片领土 就被人追着打呀 所以军事上也陷于被动 这个外交上等等 这个后来就仗就打得非常艰苦了 那其实说穿了就是实际上 你不是美国的对手 但是在特殊的条件下 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下呢 你这个偶尔偶然取得了胜利 你还不见好就收 逮着便宜你就别再往下弄了 还不非往下打 残了 所以我说后边的代价 都是这个错误决策造成的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中国做了这个 接受联合国提案的 有没有可能停下来 我觉得是有可能 斯大林不同意 金城不同意是可以估计到的 但是在前方作战的是中国人 是几十万中国将士在那打仗 你只要坚持把道理说清楚 斯大林一定会同意 金城的意见并不重要 实际上也是 你到后来看 五月份的时候毛泽东提出停战了 那是打的打不下去了 不行了连着第四次第五次战役 中国损失惨重啊 打不下去了 你看毛泽东给这个电报 给斯大林怎么写的 那讲说现在不得不停 我们现在实在是 这个想战胜美帝国主义 他用的词 但是很婉转 是战争看来就要长期化了 其实就是你取胜无望啊 你就怎么解释吧 关键就是什么 这你想停的时候 人家不想停 所以毛泽东说当时美国人求我们停的时候 没停 现在我们提出来 这实在有点不好意思 是不是能苏联出面提出 出面这个来斡旋 后来苏联就 斯大林答应了 说那好吧 那就说你们都要停 那就停吧 马力克你去跟美国人说 马力克发表声明 这会儿美国人说 停 可以 不谈战场以外的任何事情 所有的条件 一笔勾销 就这样 中国也说的行 我们同意 何必呢 早知现在何必当初 你要提前五个月 这个同意了联合国提案 什么便宜不在你这儿 而且只要中国坚持 我觉得苏联和这个朝鲜 拿不了主意 因为后来的事情证明 在朝鲜战争当中的几个重大的决策 最后其实斯大林都是同意了中国的意见 这个就是下边我要讲的 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们是不是帮了一个不该帮的人 这个 其实呢 朝鲜战争 从中朝关系的角度讲 是中国重新收回了对朝鲜半岛的主导权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甲乌海战之前 这个朝鲜是归中国管的 是吧是中国的反腐国嘛 后来慢慢中国衰落了 被日本人这个控制了 然后俄国又衰落了 这个干脆他就日俄战争以后 干脆就把朝鲜并入了日本日韩合并 后来太平洋战争结束 朝鲜又落到苏联人手里 一直为苏联所控制 包括金省本人 也是苏联扶植起来的 就像这个这个毛泽东后来说了 说金城是苏联栽下的一棵小树 被美国人拔起来了 现在又让我们给栽回去了 你仔细评评 什么意思 就是通过中国出兵朝鲜 中国收回了对朝鲜半岛的主导权 但是后来毛又做了个错误的角色 五八年又撤军 就又失去了 这是另一回事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在朝鲜战争当中 中朝之间的矛盾非常激烈 在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上 意见都不一致 志愿军出兵归谁指挥 金城说归他 我是最高司令官啊 彭仲怀说归我 脸儿吵起来 这个志愿军攻克平壤 攻克这个这个汉城以后 是否继续南下 彭仲怀坚决要休整 西印城破口大骂 哪里有这样的指挥官 不乘胜追击 他们再追一下 就把美国人赶到海里就完了 俩人大吵三天 刚才有个老师问 我是不是给了一嘴巴 这个我倒真没看到 我看那记录了 但是没写给一嘴巴 所以咱不能瞎说是吧 这个铁路指挥权的问题 停战这个时机掌握的问题 等等在一系列重大的问题上 中朝之间都是尖锐对立 是斯大林呢 支持了毛泽东 同意了毛的看法 为什么 因为中苏通盟更重要 而且朝鲜办的就指着中国 所以你是有发言权 但是在这个发言权里头 你势必要得罪朝鲜 因为金城想的是什么 金城想的是他要独立 他觉得铁路 军队指挥 这都是国家主权 说你到我们国家来作战了 结果是你不听我的 反正我听你的 后来斯大林派人通知了说 军队统一由中国人指挥 金城非常的沮丧 我看那个谈话记录 他说那我这个总司兵官还当不当了 那苏联大师说我看就别当了 所以你要理解朝鲜人这个心态 所以战争以后 朝鲜人其实是非常仇恨中国人的 非常怨恨中国人的 你看1955年 我看了一个俄国一个材料 朝鲜劳动党当内 当内流传的一个说法是什么呢 说朝鲜半岛没有统一 就是因为中国军队造成的 为什么呢 就刚才我说那件事 说打下了汉城以后就停止进攻 造成我们祖国到现在分裂 说中国不想让我们统一 中国怕我们统一 这就是朝鲜劳动党的认识 这个认识肯定是错误的 但他也不是没没由来的吗 所以是不是帮了个白尔郎的问题 我觉得跟出兵没有什么关系 是后边的很多事情造成的 就是咱们现在没时间讲 那个一直到76年 我现在正在写这本书 下次等我这本书写完了 如果能够同意出版 是吧 咱们 我把这个就是朝鲜战争以后 中朝关系的这个起伏变化 我现在看了很多财长 正在写这本书 到那个时候可能这个问题 就说得更清楚 好了 我今天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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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